歐盟正在制定企業永續 禁職調查指令 預計二零二四年完成立法 將會強制要求員工 五百人以上營業額超過 一點五億歐元的公司 營運必須要符合人權與環保規範 包括不能剝削勞工 製造污染等等 讓永續概念從環境保護面向 擴大到人權保障 歐盟正在制定企業永續 禁責調查指令 將針對員工五百人以上 營業額超過一億五千萬歐元的 歐洲與跨國企業 要求採取避免與調查行動 確保營運不會破壞環境與人權 預計二零二四年完成立法 除跨國企業 臺灣年產值近四百億元的遠洋漁業 是否受衝擊也備受關注 國內漁業曾因涉及非法 未報告不受規範IUU非法漁業 遭歐盟發黃牌 此次歐盟推動相關立法 農業部表示會積極輔導 下午在一場論壇 日本有民間代表也出席 指出日本的鮪魚有二十一點五趴來自臺灣 目前日本政府已提出負責供應鏈準則 大水產公司都開始進行自我調查 臺灣秋刀魚捕捞量世界第一 由於鮪魚也名列前茅 漁業署表示過去只重視產量 但現在過程必須符合國際法規 希望業者能看到漁撈符合漁業永續保障漁工人權是國際趨勢 記者林靜美王新中台北報導